全省邮局地址这个范例 我希望做什么 非常简单 合并在一起 第二个 再把它分割开来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到哪里 到那个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有一个范例档 所以请各位找到范例档 这边就有一个全省邮局地址 你把它按右键下载 或者反正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解压缩 解到哪里呢 解到下载里面的全省邮局地址 那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这些档案 从三重到丰原 有这些吧 邮局 然后你打开 反正里面就是记载 总共会有几个吧 这个应该什么 局号 账号 反正就是它的名称 它的地址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有25个档案 我希望快速的把这些变成一个档案 因为其实说如果我今天不需要分25个那么细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完成 那其实这边的话主要需要学会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要怎么样可以取得这个档名 因为我需要这个档名嘛 OK 所以这个档名 如果我可以取得的话 那我就档名.tst嘛 那我给它入境 我就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f等于open open后面其实就是那个 路径加那个档名 那只是说那个档名 它如果就是说有一个清单的话 那我就逐一个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做什么呢 用read嘛 然后在append的模式 把它append到另外一个档案去就可以了 然后直到这个回圈跑完 它就合并成功 那我这边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当然我们方法很多种 那我第一个想到说 如果我可以产生一个清单的话 比如说那个清单就是 可以帮我把这里面30 25个档的那个什么 三重.tst 到点 中立.tst 就是一个档 就有点像我们用之前那个read read line就可以把它读进来 放在一个串列 然后我再for回圈 分别把这个档名 放在那个路径的后面 然后把它打开 把它合并就OK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第一个 我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得到这里面的档名的清单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第一个想到说 很久以前 我们用到dose 在window里面可以用dose 那我就想一招 第一个 你可以在上面打一下 打什么 打cmd cmd 就comman comman在window里面跳dose 那你其实有个方法 你就是打一个dir 其实在那个dose里面有个指令 还蛮好用dir 不知道应该有用过enter 它会把你的清单列出来 但如果你要列出那个清单里面 只要什么档名部分 档名跟负档名 你就斜线b就可以了 对斜线b enter 斜线b你会发现 它就帮你把什么 最精简的什么 那个档名跟负档名列出来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清单干脆帮我输出成一个纯文字档 不是叫你复制哦 我以前有用 因为我常用嘛 以前很会在这个dose里面写p字档 以前真的很会很熟 非常熟 因为以前没有windows嘛 就是dose 那年代就是黑白的 但是后来有windows都没有人要用dose 但是我还是会用dose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会的东西还可以保留 以前有个指令很简单 叫dir 空一格 斜线b 刚刚一样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里面的清单 不要print出来 而是输出成一个档案的话 很简单 加一个那个 大于符号 空一格 就是输出的意思 输出成一个dir.txt好了 这样子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哦 像有的时候你想要把什么 你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档名不档 充充输出用这一招就好了 OK Enter 好 这个时候请各位看一下 在我们的根目录底下 就会多一个dir.txt了 它会帮我把什么 这里面的东西帮我列出来 OK 不过它列出来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多一个自己本身 OK 我看一下是不是原来就有了 如果本来没有 假设删掉 我再一次 这边点一下 打cmd Enter cmd就跳 跳出那个doss的这个文字模式 并且会帮我把什么 把我现在的路径带过来 所以你不用打路径 这边的话打一个dir 打这个dir dir 然后斜线b 空一格输出成为一个dir.txt Enter 这样OK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清单的dir 就这一个 那其实你会发现它多一个啦 就第一个好像dir.txt 这个可以跳过 那下面的清单就是我要的嘛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有这个清单的 那其实我要把它全部读进来 应该就OK了 初一步